狼崽子们 给我上 大方的女人怀上我们凶弄人的种 给我们上狼崽子 将军 凶人太强了 我们大奉完了 站住 将军马上就打 别管说 匈奴人 受死 匈奴人 奉天侧将军军令 秦将军 是秦将军 是秦将军来了 是你杀了我白饭狼兵 罢我大奉者 诸 天字上 将军秦丽 盖师爬盘 让其君王于朕前 拓江九千里 武军盖世 明贯神都 正封 大奉秦王 秦王之功 对大奉犹如再造 当作诗文流传千古 朕决定 号召全国文人 为秦王谱取赞礼 并于七日之后 举办秦王宴 秦帝谢恩 秦丽 秦丽 你在外阵战十年 以至于至今都无人知晓你的面貌 朕心中有愧呀 今日你有何要求 尽管开口 朕定当答允 当年我的未婚妻周敏的父亲 因为贪污赃款一事 被连坐冲入教访司 但据臣查实 此事纯属冤情 这是证据 陛下圣免 还请重新彻查此事 放心 朕立刻学去周敏 教访司 月灵的剑气 并轻点为太常寺月府 为你不许赞礼之事 也由他请不顾 几年前收到家书 得着敏儿这些年 为了本物 未曾嫁人 此次回去 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定要给他圣诞的婚礼 秦丽请辞 准 秦老爷 恭喜恭喜 找到周敏这么一个儿媳 陛下亲自遇见 任命为太常寺月府 那可是大官了 秦丽从军十年 至今没有一份军功传来 未免太过窝囊 幸好他娶了个好娘子 有周敏在 不止秦丽 你们全家都要跟着享福了 当初周家获罪 本该全家发被边疆 是我秦家三季家 才去疏通关系 才留住他们 到底谁向谁的福 周家女到 周家有女周敏 送上谢礼百两 筹断食品 以谢秦氏之恩 周敏当真是有礼有节 这才得到陛下封赏 就来报恩了 秦丽那小子 当真是有不见 有一个这么有情有义的未婚妻 敏儿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何必这么见外 以后你跟丽儿好好过日子 什么都强 快过来坐 不必了 伯母 敏儿有事情要跟您说 还请伯父伯母 一步内眼 敏儿啊 这都是自家的亲戚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嘛 既如此 那就不满二位长辈 小女却有一事相求 秦老爷 昔日 您就周家几十口人一命的恩情 小女子敏感五内 若没有你 就没有我周敏 今日的光宗耀祖 但今日 我和秦丽的婚约就此作罢 还望秦老爷 夫人 成侄 退婚 为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秦家 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尽管说 我们改 如今敏儿身份尊贵 是太常寺岳父 你们秦家 高盼不起 我们丽儿对你一片真心 你怎能说退就退呀 什么真心 是不是嫌弃这些谢礼太少了 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来呀 抬上来 这些钱 想必足够秦家 一时无忧地过好下半辈子 我和秦丽 已经不是一路之路 她胸无大志 并非两岁 自古以来 只有休妻 哪有退婚的道理 你个老不死的 我女儿已经十倍赔偿了 你还想怎么样 这可不欠你们秦家了 赵婚 必须退 这事钱能衡量的吗 我秦家当年散尽家财不求回报 如今 你却用这些破钱 把我们秦家的脸面砸在地上 赵婚不能退呀 我儿不能背负这样的名声啊 伯父给你跪下来 赵婚 我退了 爹 快起 丽儿 你怎么回来了 爹 娘 孩儿不孝 现在才回来 让你二老受委屈了 好 快起来 起来丽儿 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们觉得我秦家配不上 所以要退婚 废话 敏儿是陛下清点的太常寺院 关酒品 你算什么东西 不退婚等什么 就是这个酒品 驶马官 让你无死命 竟然敢到我家里来撒野是吗 我刚刚说话是冲了点 我等会儿向二老道歉 但这婚 我必须吹 我所爱慕之人 是秦王殿下 秦王 没错 秦王可是当今第一大英俊 平定匈奴 风狼居蓄 你这样的无名小卒 肯定不认识 大英雄 无名习俗又是 即使为国征战 还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知道你被退婚 心里很不愤 但 龙不与蛇配 凤不与鸡鸣 你笑什么 要是秦王 看不上你怎么办 我会为秦王做师谱取千千万 以表明心意 若秦王不肯接受这份心意 我也愿意为他终身守剑 至死不悔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接受 你说什么 我说 我 就是秦王 我 就是秦王 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秦王是你随便能冒充的吗 你个废物一般的狗公信 你冒充自己是秦王 你这话传出去 你们全家都得死 行李哥哥 赶快道歉 再这么闹下去 这会儿就要退了 我的丈夫 只能是像秦王那种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你自卑怯度 靠冒充他人来满足自己的削辱 根本就不配游泳 罢了 咱儿子没有这个福分 多年以后 承蒙秦王 和秦夫人的照顾 我在教方司 得以保全清白 但婚姻大事 绝不能以恩情过心 我愿意散尽家财 来补偿秦家 如有不足 尽管开口便是 但是这婚 今天必须退 够了 秦家不需要你任何补证 燕穴可言洪湖之臣 告诉你 不是封侯败将才是英雄 对比起 那些战死沙场 马可虎尸的人 更是英雄 若不是他们舍生 忘死于雪天沙 哪来的你在这谈风花雪月 你有什么资格 瞧不起无名小宗 你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小公子 小公子 您怎么来了 伯母 我听说敏儿 今日退婚 我放心不下 过来看看 她就是敏儿的未婚夫 就是她 死皮赖脸的 就是不肯退婚 可把我给急的呀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 小子 敏儿也是你能觊觎的 小大人 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敏儿 咱俩之间何必见外呢 你有难 小包 就你出教坊寺也是 帮你打破关系 面见圣上一世 这次还是 就凭你 有本事从教坊寺救你 单凭我自然是不够 但如若 再加上秦王 秦王 没错 我与秦王啊 乃是出生入死的自由 为何我在军中从未见过 就你这样的底层事 你有资格 见秦王和萧公子吗 我呸 既然如此 萧公子 阿日若见到秦王 请你一定要向他 表达我的敬意 好说 锦丽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 你还是把这个签了 他日 对我飞黄同海 人家 叶子得到我的地 这是敏儿给你的契婚书 是男人就赶快签了 别在这废话 犯你识相 不要以为我多么在乎一个区区 九屏 这张契约 是你脆婚的契约 我请你将你逐出秦家的修正 我买太长四月府 堂堂正正的九匹馆 修 你也配 这修书 我不同意 你不就是 想替自己挽回言诺吗 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你这辈子都低着眼 三日后 我将在教方寺 为秦王收集失误 你也过来看看 看看你跟秦王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宁儿 等等我 小心抬剑 宁儿都怪我 是你爹我没勇啊 爹 娘 孩儿吸出莫眉 征战实在有 秦家之微容 可比三山不悦 区区一个女子退婚 于山月之容 有何死 秦家势必惧惜 宁儿老 让着看吧 哇 哇 这太美了 真美啊 哎呀 看见那位了吗 教方寺第一月龄周明 他在月律上的才华 举世武装 现已被陛下清典为大长寺岳府 全权组织为秦王铺取的大岳 听说 他前段时间还立下独身 此生非秦王不嫁 可我记得 他和城南的秦家不是有关吗 这都是老皇历了 前几日 他便上了秦家去退婚 京城都传开了 今天天下群英碧智 才气翻涌 小女子周明不才 以财博俗物 向各位讨教乐举诗文 以敬献给我们 伟岸的秦王殿下 咱录用作品赏百金 优异者赏千金 好 有哪位财主愿意上 为秦王献上诗文 我来为秦王献上诗文 我看这诗文大会 怕不是你们大奉人的意义 脸蛋身材不错 如何标准 给我回大头吧 你给我放尊心 这里是大奉 不是你的辽国 姐姐 你这埋子 找死啊 看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你们女帝给我的信物 真是 真是女帝的信物 我乃大辽使臣 我拔红 奉国在阴辽之战中 苏远了辽国 你们女婿为了求和 不惜各地培国 还任由我等 来奉国选取万千美女 带回去和亲 不可能 秦王战无不胜 只要有差在 大货 不可能呗 秦王阵王镇守的是西北 秦王镇守的是西北 辽国在东北由姓王镇守 两者相隔万里 秦王分身法术 秦王 秦王算个屁 也就是没有遇到我 要是碰到我 你全能把他石打住了 不可能 秦王是战无不胜的 不许侮辱秦王 不自了立 偷偷的秦王在我面前 连个屁都算不上 大凤人有一个算 人都是闹肿 我估计 秦王叫上来 看他敢不敢跟辽国爷爷挂上几招 哥不要逞强 他们可是聊公事 果然 大凤的男人 都是男人 人都是秦币 你们大凤国 秦为女儿国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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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宁山虽然是为事 但却也是无状元 哈 那没有人必死无疑 好 看看我大凤的神力 打死他 这我大凤国威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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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凤人的脊梁 有一截是秦王给的 会让任何人 冷查不敬 说得好 秦王的威名 是不可侮辱的 秦 要是叶子 秦队 有 两立 什么呀 那女神 竟然不是她一气之敌 是白里特医的强者 他都扛不住一击 谁还能抵抗燎人呢 就这 啊 是她 还有秦王寺的巫女 她怎么上去了 一个巫女上去出风头 也直丢我大凤国的脸 巫女怎么了 最起码青丹姐姐愿意上去捍卫大凤的尊严 总共好过你们这些松包 你 可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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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啊 秦子你别逞强了 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打死的 算了吧秦带 胡香吧 你是女儿山 胡香不丢人 胡香 幸福有自安 嗯 不能把武家为国的重人放在齐王一人身上 方也是我的祖国也是你们的祖国 向我 其他一口气在 女儿学女侮辱前王 武主大方 5 哎 我 你们口中的秦王不过是我们辽国脚下的 途领 大凤连一个游主的汉子都没有 女人倒是幽物 不够 找死 你 你死 还为前王主要 死而为 找死 谁说 只要封侯败将的人 做英雄 不是封侯败将的才是英雄 对比起那些战死的杀长马 跟博士的更是英雄 英雄 为完全 名文不平 好啊 可惜本大爷 你心情在跟你玩了 请我留下你在哪 谁 谁 谁 此人气息悠长 内力深厚四海 净事比我还厉害 秦丽 你上来干嘛 你还在这里不够乱吗 带秦丽下去 秦丽哥哥 不必管我 此地凶险 你们先走 谁也别想走 我要上了这个台 是生是死 老子说了算 是吗 那本王倒要看看 说了算 秦丽 他是辽国武士 你是最低等的士兵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对战 你想死吗 我秦丽行事轮不到你来指出花子 你就是想联系我的助力 让我不要退婚嘛 你休想 你这种 拿自己的生命到儿戏的行为 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能命令你 赶紧下来 快走吧 你刚刚说的没错 作为奉国男人 昭昭热血 岂能任由你被义族欺凌 而苟且偷生之力 利哥哥 你别逞强 你父母 孤家寡人 死了没什么 他你不一样 你还有父母 有妹妹 谁人没有父母 谁人没有兄妹 义族当前 如未苏退录 他们的独盗 迟早会落在他们的身上 再者 世间能伤我秦丽致 好大的口气 屈屈辽 不过在外门 也敢染指我大奉亲你们 说不知在我看来 尔等不过是插标卖手的 漂亮小丑 今日就让你 何谓犯我大奉承 虽远必诛 何谓犯我大奉承 虽远必诛 王王 大奉承 大奉承 好啊 你今天本来不想杀人 你逼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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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死这蛮子 哈哈哈哈 公快 大奉带有才人出 这位兄弟的神物英姿 剪着笔尖传说中的 秦王殿下 大夫人 你找死 王爷 此人的武艺远在你之上 你这样上去 是是白白送死 尔等战 还是不战 有战 秦某奉陪到底 不战 全都给我滚出去 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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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选去贡女是你们女帝同意的 你胆敢阻拦 不怕女帝怪罪 你纵使天塌 我情理也能一见单日 女帝死去本就不合理 我阻拦了又如何 好 希望你在女帝面前 也能如此硬气 我们走 好 丽哥哥 你 你受了重伤 你先送你回去 站住 锦丽 你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吗 我做什么与你和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吗 我知道 你受不了我被人欺负 但你太冲动了 拓拔红是辽国使者 你打了他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是为了重新博得我的好感 想英雄救你 周明姐姐 如果不是他刚刚救了我们 我们就 我求他出手 我身为朝天命官 他们还真敢杀了我不成 你 凤鸟两国 大战连绵 刚有好者 若因为你今日之举 是战火重燃 就是大奉的罪人 罪人 我救下同胞 你不感激我就算了 还说我是罪人 当然 让我感激 你还说你不是为了我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三日后 我将在秦王宴上 将今天收集的诗文 献给秦王一下 我的真心一片 他必然会认可我 到时候 我和你的差距 犹如天地 你可真是无可救药 既然你如此钟情于秦王 行 三日后的秦王宴 我也回去 到时候我帮你在秦王面前 美颜几句 好 你不准去 拓巴红输得不远 他招惹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朝天策将军 大凤秦王 竟然是朝王 怪不得拓巴红都不是他的一壳之地 沈兄 听说大凤女帝对秦王的兴致 甚至还要超过你这个亲弟 难道沈兄就没什么想法吗 宇文兄不必挑拨我们的关系 你若真想让我为你的人出气 也不是不可以 但 你要答应我 说服两王出兵 你我在秦王宴上 理应外合 斩杀秦王 助我夺得地位 事成之后 我将送你十六座城池 以座谢礼 好 这个秦吏 竟然跑到教坊厮去了 他属来皮狗的吗 他对我确实真心一片 为了博我欢心 甚至不惜上台博命 真心能当饭吃吗 你既然一心仰慕秦王殿下 就不要妇人之人 难道你要等到秦王殿下来问你的时候 你才去退吗 可秦丽他 这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吗 我有一个 能让秦丽乖乖和你退婚的办 什么办法 秦丽呢 赶紧给我滚出来 秦丽 给我滚出来 你们还来干什么 亲家来了 来 快快快 里面坐 是不是 小米灰心转意 答应嫁给我们绿儿呢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儿子都快死了 还想娶我女儿 亲家怎么好端端说这种话呀 你不知道吧 你儿子打了辽国来的使者 你说这该不该死啊 啊 丽儿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丽儿 这件事我会解决 会解决 你以为你是秦王殿下呀 你打了辽国来的使者 没有灭了你们九族就不错了 你们来这要是为了说这些话 请你们出去 那 锦丽 我只知道如今 你还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而倔强 你现在听我 还有一些神经 小米 求求你 救救丽儿吧 你们从小可是一起长大的呀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帮帮秦丽吧 国母 我今天过来 就是来帮你 我和陛下一见如故 他告诉我 秦王殿下和我预言不合身 有陛下和秦 我和幽宝 只要他跟我进宫灭圣 就还有一些生命 说的对 对 对 丽儿 快谢谢小米 娘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条件 就是他今天必须答应和我退后 并且从今以后 不要再纠缠 好 这是重新写的退婚书 我已经在上面签好字了 从此之后我们两家互不相亲 一别两关 所以 你早就准备好了 周大人还有何指寂 你不是不挽留我一下吗 自从那一日 你上门退婚 逼迫我父亲下跪 我们已经恩断义绝 拿着这个东西 离开秦家 那日我绝对没有羞辱伯父伯母的意思 是吗 白两黄金和秦家数十年基业 孰清孰重 你只不过为了你所谓的秦王 为了你的那一身官皮 就可以肆意见他秦家的尊严 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 你这套欲擒故纵的把戏 有意思吗 你要是心里没有我 那人在擂台上 你为何要奋不顾身地救我 我上台是为了救清代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清代 他不过是教访司的一个普通武女 有什么值得救他 周大人 据我所知 你也是刚刚从教访司脱身的 要不是我在陛下面前为你建议 让他重新彻查死 你还是教访司的武女 够了秦明 先是冒充秦王 现在又要顶替萧公子的功劳 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 在陛下面前直言渐渐 一个寸功未利的无名小卒 你配吗 说白了 你还是不敢相信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 屡屡顶替别人的功劳 想要获得我的认可 但你这种冒充他人的行为 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既如此 劳烦周姑娘 切勿再入我秦家的门 我秦家不欢迎 为了一个区区九品官皮 而毁掉恩人名声的白眼 你屡教不改 满口妄言 像你这样心胸狭爱 是没有女子愿意嫁给你 我嫁 我嫁 秦白 什么意思 秦公子就迷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做秦公子愿意 我愿终生 终生 师父能拥抱 我就说你康康答应的这么爽快 原来是找好下家了呀 也是也只有这种卑微的女人 才看得上你这样的废物吧 根本卑微有什么 只要他愿意 我随时可以让他站在权势之间够了 你这信口开河的毛 什么时候能跑 既然清淡选择了你 别忘了 好歹 别再说这些虚无飘飘的事 是你一切不住 我就像那酒店的凤 这辈子 是注定你会带我 小女人 你和我 你放心 我周敏没有他想过的那 我说话算话 只要他现在建功多情罪灭胜 必保他一命 保我 嗯 那个 我秦某人的命运掌握在我自己身上 谁也去 你必 你就凭晓 你愿先看我们白发人送立发人了 你先去 你意思 你放开 哎 良言难却该死的鬼 小敏我们走吧 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的情 我知道你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 三日后的秦王宴生 待我面见秦 我必会为你求情 为他保命 依考自为之 达尔打撩人之时 都是小女子所闻 与立刻个无关 小女子 新代姑娘 达尔 我们是秦王府的人 新代姑娘 我家王爷 听闻您昨日在教坊寺门口 仗义直言 怒至辽狗 心中甚是敬佩 特地派我等 前来拜访 不不不 我只是有感而烦 当我的秦王如此抬举 新代姑娘不必过谦 您对看辽人时的英姿 我们王爷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您那句 大奉的女子 另外玉丝 不会玩 更是让我们家王爷 钦佩不已 秦王他 他当真如此说 那是自然 王爷还特意命我等 送来一样东西 请秦代姑娘 务必收下 名为秦王令 建令 如天王令 凭借此 秦代姑娘可以 自由出入秦王令 并可向王爷 提一个要求 王爷 并当竭尽全力满 宁丽儿 现在不是后期的时候 你就听小敏的吧 难道您忍心看 我们白发人 宿黑发人吗 笑意来 秦丽哥哥就算再怎么忙 撞 我都可以帮他赦免 多谢秦王后来 也请您带我 上秦王表达谢意 秦代姑娘言中了 我等只是奉命损失 不敢鞠躬 走 王爷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秦王令 交给了秦代姑娘 很好 秦王验上 不要让他站在 全市的最高度 尔等后退八百米 获得上前 是 是 武文昌 张栋梁 求见秦王 将军 左右二相在门外求见 不见 魂武各司其职 暗中相见 陛下会记 让他们去大殿吧 是 二国快 这些东西要给秦王的证理 分毫差错 定饶不得 王爷 萧天城求见 哪个萧天城 就是当年您丢下的那个商人 靠着您允诺的 和秦王军通商 如今成了京城首付 哦 我想起了 他来做什么 说是献上重礼 感谢王爷当年的救命之恩 一属下看 应该是想培养他的儿子 萧远则当接班人 先和您求个善良 让他到晚一上吧 是 女儿 那两个人是谁啊 怎么大家都围着他们呀 还给脸色看 他们 就是大名鼎鼎的 左相张栋梁 和右相 武文昌 以及兵相 那他们怎么 比秦王如何呀 这 应该是平起平坐吧 我也不太清楚 哎 米儿你看 秦丽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你装什么做 这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了 你竟然都找得下来了 为什么还要穿这小名鼓 秦丽你这样纠缠 只会让我觉得有心 你们未免 害看得及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容许有任何人来导致 现在 立马给我出去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出去 只有凭你是个 一无是处的废 萧公子 你怎么在这 米儿 我知道你喜欢大英雄 我让我爹花了重金 从秦王手下的宋南景将军那 买了个白夫者的职 现在 我也算是 军中 竟然卖官 放肆 你有什么资格 直呼宋将军 是把自己 当成什么大 还是觉得自己命太神了 难道没有人教过你 什么叫尊妃贵贱 什么叫天高地 宋南景将军 功勋标准 乃秦王手下第一大将 你有什么资格 直呼宋将军名讳 其尊卑贵贵 天高地 敢问这世间谁有五尊 谁又有五尊 至于宋南景 你大可以去问我 秦丽 有没有资格直呼他的名讳 年纪轻轻 门口胡言乱语 我看你是缺乏惩戒 秦丽 那不 老夫武文昌 官至当朝右下 都不敢言至尊至高 你这楼椅还不跪下 要我跪 你 够格 这楼椅还不跪下 要我跪 你 还不够格 他当朝右相不够格 那再算上我这个当朝左相啊 不配 有意思 那再加上我冰相怎么样 差得圆 秦丽 那三位代表的 可是整个大方最底层的权势 一句话就能灭你齐 你非要赌过天是吗 那有什么 道歉 立刻给他们道歉 我说了 俊丽 你要死就自己死 别拉上我们敏儿 既然如此 再加上我平成首富 萧家 萧家 我萧家 可是秦王军的独家军资共减杀 不然 我何以有资格 获得宋南锦将军青烂 不然我何以有资格 站在这秦王殿上 在秦王亲临 他老人家 你萧家之功 必会让我萧家 同行书 现在 你觉得够了吗 秦王是我们大方的守护神 他才算得上是这世间的至尊至高 萧家 竟然还和秦王有这种关系 了不起 了不起 我想起了 你的父亲叫萧天成 你知道 我扶着你了 莫说几个权臣商家 纵天下英杰旗帜 在本王面前 皆当独守秦臣 秦王 真是无可救药 羞辱父亲 找死了 来人 先把他的肥大伯让我看 这天下英杰 皆当独守的伏 独营 独守 他是我清单认定的人 我看你们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拿个破领牌吓唬谁呢 也不撒泡尿 臭臭臭自己什么德行 小公子 你确定这块秦王令是假的 这可是灭门之罪 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小公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两位丑相大人 难道你们觉得 一个教法司的巫女 也配拥有秦王令吗 秦代 你居然问了秦历 用一块假令牌 擅闯秦王宴 你可知道 这是死罪 我没有 这真的是宋男警交就给我的 假借令牌也算 还搭上宋子 一个巫女也配 算个什么东西 别敢对他 告诉我 别说一块令牌 今天这个秦王宴 也是为了他 秦历 你给打我 你死定了 我再说 给他道歉 秦历 你闹够了没有 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 萧远泽 现在可是宋男警将军 指定的百夫长 他是谁 今天必须道歉 你疯了吗 你居然为了一个巫女 不惜得罪宋将军 教方司的巫女都带起来了 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 解知胡闹 这里是秦王宴 不是勾兰妓院 快出去 要走可以 但我告诉你 我是巫女 不是妓女 这妓女是什么 谁不知道 教方司就是朝廷开的妓院 你 你 你 明儿 你现在还要护着她吗 毕竟周姑娘 也是教方司出来的婚女 你 原来 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这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退婚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清楚自己 我这是在保你 保 难道不是怕我坏了你的好事 坏了你潘腹秦王的大好事迹吗 秦丽 你真是不可理喻 既然你都说了这话 那我也不再理会你的死活 此人交给萧公子和几位大人处置 大人 少爷在秦王爷上被打了 飞车 我倒是要看看谁敢杜我萧家的人 萧远泽 恳请诸位大人下达通报 将这个 冒犯紧我 头无遮拦指 满门抄着 正视听 凭你萧远 还定我生死 秦帝你放肆 那可是秦王的王堂 举国上下 只有秦王和陛下敢做 你怎么敢 诸位大人 此次冒犯秦王胜危 罪无可恕 还请即刻下令 其诸杀 灭秦满门 你虽身份卑贱 品行低劣 但罪不至此 可你竟然敢冒犯秦王 断不可留 我张栋梁身为左相 同意灭秦满门 既然左相发话 我服议 灭秦满门 我也同意 小子 你固执死活 同时被我们三相 亲自定罪处死 灭门的名声 将传遍大风 与你而言 是你八辈子难求的荣耀 灭秦满门 你正是天灵 非要找死 这下好了吧 敏儿 还好你和他退婚退得早 不然我们 都会被牵连致死 秦丽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今夜过后 你的名字 将会被刻在耻辱柱上 受万人唾弃 你的父母亲族 也会以你这个畜生 而惨遭横死 别想着跑 冒犯秦娃 每一个大奉人 都是你的死 现在 你还演得下去吗 萧远泽 即便是你的父亲 在我面前 也不敢对我这般说话 你若是现在跪下道歉 我还可以容你 给你萧家一条俗路 萧家将会以你灭屋 我倒想看看 谁让我儿道歉 要灭我萧家满难 是谁 好大的口气 要灭我萧家 爹 你可算来了 就是这个贱民 他冒出起我 还打我 上我下规道歉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秦王 义子 跪下 爹 别叫我爹 我萧天城 没有你这样的困掌儿子 我我为萧家 亲中一切 轻盈半生 只差一步 许可登前而上 直入云端 而现在 都被你这个逆子 给毁了 秦王 今日之时 我萧天城 难辞其咎 甘愿受罚 这个逆子 最无可舍 即可欺 逐从小家 他的生死 由您来决断 不 不可能 爹 他是假的 他不可能是秦王 没错 萧老爷 秦林若武术十载 从功未利 更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贴着我 他不可能是秦王的 就是 萧老爷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他长得 是不是像秦王 是啊 是不是看错 一定是看错了 难道我真的是 做人了 如果他 如果他萧天城 不能证明秦王身份 那我呢 如果他萧天城 不能证明秦王身份 那我呢 宋将军 公营宋将军 宋将军 我本来想了 是你慢慢的体会结枉 但现在宋将军到了 你的下场 是你更加凄惨 那我拭目以待 不知死活 宁儿 宋将军到了 我们不过去吗 你还不打算下来 你非要一一孤行到底 我为什么要下来 宋将军已经到了 如果你现在抓住机会 还有一些生机 我们所有人 都不会把你赶上绝路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萧老爷 会配合你演戏 但你现在不下来 只会触犯宋将军 连最后的机会 都会丢掉的 难道还看不出来 自主是以谁为尊吗 你现在还在做 不切实际的梦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认清楚自己 今天晚宴上的人 都是你这辈子 达不到的高度 你生来就只能俯瞰 他们的背影 你为什么就不能低头呢 你错了 周明 论权 我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论财富 我富可定 论名 天下谁不知 我亲王之名声 与我而言 他们不过是蝼蚁 我为何要向蝼蚁低头 宋 南 景 宋 南 景 心里你疯了 宁儿 咱们快走吧 别和他在这纠缠了 他想死 可别连累我们 是谁给了你的勾胆 胆敢当面 知乎宋将军的名坏 向你勾引 女儿 咱们快走吧 宋将军连丞相都打了 不能再和他们 交合在一起了 要不然 这秦王是没见上 怕是要去见阎王了 秦 我今天救过你了 是你非要一心求死 却能自去怪不得任何人 爹 宋将军来了 秦王 肯定和他在一起 这秦里一定是骗子 闭嘴 如果他真的是点冒 到时候会被宋将军冲破 必要他付出代价 完了 我肖家完了 大奉送难请 外见秦王 外见秦王 秦王 秦 属下来迟 还请殿下责罚 请殿下责罚 你要是来自 我还不知道 你宋难请 竟然卖绝预官 回下百夫城 竟然可和三项 平时 总是好大的威风 殿下 属下绝无卖绝预官之举 此事 属下定给殿下一个交代 若当真如殿下所言 属下 愿以此谢罪 秦王殿下 秦太姑娘 请上座 请上座警官 今日不禁秦王者 宋难解 一一清算 这 这 这 宋将军 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 啊 他 只是一个最底层的贱民 怎么可能是秦王 萧天成 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 你 还不快给秦王殿下道歉 不 不可能 他只是个贱民 宋将军 我萧家 这些年 亲心尽力 您都是看在眼里的 将军 求您向秦王殿下求求情 饶过我儿吧 殿下 萧家主 何必把姿态放得如此 替你萧家长子俗实 且不提今夜 你萧家将一步登天 便是家族基业 都已兴生五十年 而不曾倒下 还有宋大将军 亲自毕 位列百夫长 如日中天 还怕没有活路吗 逆子啊逆子 这种话 你怎么敢说得出口 还不快向秦王殿下请罪 秦王殿下 请您尽情发落处置 我萧家 全无二言 先前 还要断我的腿 更是号召全场 诛我九族 于他而言 我不过是一事无成 卑贱不分 是大凤败了 理应当中 火发落处 怕是没有这个资格 不如这样 把选择的权利 还给 萧远泽 看在周敏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个了断自我的机会 看在周敏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个了断自我的机会 对了 我还有敏儿 敏儿 你帮我求救请网殿下好不好 我可是为了你 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 我以前还帮过你 看来萧少 是不愿意自我了断 压下去 敏儿你救救我 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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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谁 这很重要吗 重要 当然重要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你是秦王 我就不会跟你退婚 我也不用造成 那么多流言肺语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 可是你信过我一次吗 我说我是秦王 你只认为我是信口开河 我说是我为你脱罪 你认为我在抢你 攀附高知的功劳 我说是我在陛下面前谏言 才有你的观神 你认为我是在满足 我可怜的自尊心 这些我都告诉你 可是你从未信过我一次 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你一直在骗我 看我像个小丑一样 在那儿自说自话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 宋将军在 就不可能是作家 王爷 明儿和你可是青梅竹马的发小 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你们上门羞辱我父母 逼我爹下跪 落下退婚书之时 可曾想过青梅竹马 你们将我前家的名声 肆意见他 不顾我秦家尊严之时 可曾想过一片真心 他不是 不知道您是秦王吗 所以呢 就可以视我为草剑 活该被你们亲临 羞辱我的家人对吗 王爷 那些都是玩笑话 您别当真 再怎么说 你也是咱们周家的女婿 够了 什么女婿 你不是说我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能配得上你女儿的 只有肖远则吗 不是说我寸功未利 进不了你周家的当 说你的女儿 终于是熬于九天的父皇 不是让我和你周家 撇清关系 如你所愿 不可 不可啊王爷 我和您父母 还是有相关情在的 够了 够了 现在是高高在上的秦 是我们高不可攀的存在 我承认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认错 周大人 你可是陛下清风 大长四月虎 堂堂九品 我不过一个区区无名的小子 向我道歉 不合理 王爷 你还是在乎我们家敏儿的 对吧 你们可不可以和好啊 你们周家未免也太过高 都看自己了吧 周明 或许之前殿下 是真的对你有所感情 但在你们 背信弃义 上门退婚 羞辱殿下父亲之后 殿下早就对你再无半分感情 更是在不久之前 就将陛下亲赐的秦王礼 赠给了清代姑娘 不 不是要的 你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 你心里 你还是有我的 我还能做你的秦王妃对不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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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情力在此宣布 从今以后 和周明 恩断义绝 再无瓜葛 你们难道想一直这么装聋作哑下去吗 来 来 宋教练 那今夜之事都是误会 误会 是啊 误会 都是误会 宋将军 今日这争端呢 都是那个萧家 耳龙心虾 冒犯了秦王 我们都是无辜的呀 话虽如此 但我们毕竟冒犯了秦王 我任先吉 愿意向秦王赔礼道歉 若秦王还有什么要求 但凭驱使 君无二回 对 我武文昌也愿意向秦王赔礼道歉 啊 还有我秦王 是我听信了萧家那兔崽子的谗言 还请您见谅 请秦王见谅 既然如此 本王就不追究了 你们就卸下乌纱自己 你们就卸下乌纱自己 秦王说笑 是啊秦王 这玩笑开不得 如果我们都骑骸骨 这大风岂不是陷入贪患 对啊 我没有开玩笑 一群酒囊饭袋 不如这也没谁 秦王 你什么意思 让你们辞官 你不懂吗 秦王 你这要求也未免太抢人所难了吧 是啊秦王 我们已经道歉了 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可是你让我们全部辞官 这是断我们生路啊 先前你们要灭我满门之时 你们可曾留情 当年燕云战役 饿死八万大风将士之时 你们可曾留情 如今只是让你们卸下乌纱 是送你们去菜市口 老王已经人之一境 秦王 那件事和我们无关呢 秦王 今日宴会上的人 都是大风的企量 你让所有人辞官 等于让大风陷入瘫痪 如今右蕴剑早有定论的事 来定我们的罪 未免太可笑了 就是啊秦王 今日燕云战役的罪魁祸首 早已辅读 而秦王你发匈奴武功 称呼你身为秦王 但你要明白 凡事都需要留意线的道理 莫要自悟 这件事 不是你秦王能犯救账的 放肆 放肆 你是秦王上下第一将 灵魂都称赞你的威武 我都也愿意给你面 今日所行之事 坏了我们大风的规矩 这是敌我们法 神仙吉 想死是吗 这里好热闹 不知道小王我是不是能听一听呢 小娘子 又见面了 这里是秦王爷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大风 我们辽国人哪里不能去 别说是这 就算是女帝的秦王 我家皇子去便去 放肆 儿童敢敢对我朝女帝不敬 在我的宴会上杀人 问过你的意见了吗 致死 带着你的人立马滚出这 秦王息怒 这位是辽国王子 打不得呀 小米子 好久不见的 上次你在擂台的硬身姿 本王记得有心呢 大风左丞相张栋梁 叩见王子殿下 拜见辽国王子 都起来吧 谢王爷 身为凤国重臣 竟然向敌国王爷想了 就不怕我杀了你们吗 谢王爷 我大风乃是礼仪之邦 我们不过是行着礼仪而已 难道都像你一样目中无人 毫无礼处 大风的礼们都被你们丢尽了 好一个礼仪之邦 我喜欢 哈哈哈哈 这算是吧 王爷 就算我们当着他们的面 玩他们的女人 他们都会鼓掌笑好 哈哈哈哈 你们身为大风的能臣 弄良 你们就任由他们这么羞辱吗 亮大风之物力 截辽国之欢心 这是陛下亲自定下来的国策 我把自己的女儿都送去辽国和亲去了 骂起就算什么 说起和亲 我们选了一万名共 是不是还剩下两个名 是的 王爷 哦 不知王爷可有心仪的人选了 我要他 女儿 还有他 我要他 还有他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到王爷身边服侍 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女儿可是大风的官员 怎么能成为和亲的对象呢 狗屁官员 教坊师的剑奴 畏惧了身份还是剑奴不是 武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陛下亲典的九品岳父 九品岳父 和平女有什么区别 你真的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吗 你 李哥哥 你不要去聊我 文昌 你让大风未来的王妃送去和亲吗 秦王军何在 走 人来带着前面保护的人是我 小王爷 这清代只是一名卑贱的巫女 随您会聊恐无聊过的血脉 还请小王爷三色 本王做事 需要你们支手画脚吗 若你们不答应本王 本王不介意让辽军再敬一杯 秦王 此事关乎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难道你为了一个女子 把大风再次推进战火的深渊吗 你要当大风的千古罪人 为后世唾弃吗 三年前 匈奴放我边境 我率八百消极 斩匈奴两千 两年前 匈奴整军三十万 攻打我 我在没有两者之中的情况下 率军三万 退匈奴三百万 一年前 蚕鱼王率百万大军 放我将军 我不以十万只 灭敌军七十万人 斩杀蚕鱼王 退敌两天 你说我把大风推向战火的深渊 没用 你早就成了匈奴篝火上的餐室 现在还想牺牲我灯 让你们枸杞同生 你配 你 说的好啊 如果你就这么答应本王 本王反而有点看不起你 你的意见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行了 秦王的态度我已经明确了 但我也需要向你表达一下我们的态度 清淡我必须带回辽国 谁敢走 就是跟我大辽宣战 此战只有一个校长 那就是你们大风从此灭亡 秦王大辽兵马冲锁 实力更是匈奴的三倍以上 我大风还和匈奴一战 根本无法再承受第二次战火 你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巫女 让大风生灵突探不成 你以为用一个女 就可以换来大风的万世和平吗 秦王所言太过无言所听 起码一万名女子 可以换大风三年的和平 那三年后呢 今天她要一万名女子 下一次十万个百万个 当女人不能满足她们要求的时候 她们就要诚实 今天割五成 明天割十成 你有那么多土地吗 那也好得给我开战 三个在国人面前耻高气了 到了外祖便屈膝跪地 如此双标行进 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们 我们只是为了天下苍生 为了国家大义 又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有什么话说不得 倒是秦王殿下您 国人们都称你为大风的守护神 却在这个时候 为了而你私行固执己见 难道弱大的凤国 在你眼里 还没有一个女人重要吗 老四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秦王只是徒有虚名 你根本就不是权依权益的为了奉托 好东西你想怎么 竟然敢这么对殿下说话 殿下 您南征北战戎马一身 一身为大风律下无数汉马功劳 死人泛宁威名 安律当场 宋将你何必如此剑马弩张 只要把他们同意和亲 那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易子 就能换来你想要的太平 太天 非我族类齐心毕 在他们没有完全把大风欺食干净之前 他们是为了 后来秦王是执意不让我带秦带走 自然 本王大董 那我只带周姑娘走 秦王觉得说 在我面前 大王子 一个也别想带走 既然如此 拓把令拓把红 臣上 传我军令 速速集成辽军十万打兵 远复京城 是 是 这 小王爷不可呀 秦王 难道要看到大风生灵涂炭吗 小王爷 还请给大风一次机会 机会我没给你们了 是你们的秦王不懂得真心 既然我跟你们讲道理讲不通 那就让我大聊到铁骑 来跟你们好好讲讲道理 王爷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必会让两个女人心甘情愿地跟您走 好 太长寺岳府周敏听旨 张大人 您这是 跪下 老夫身为当朝宰相 陛下特批无聘一下官员 本官有权你只调刃 无必上禀天庭 陈子 自有大长寺周敏 贤良淑德 文良公俭 李英八卓 本相张栋梁宣布 即日起周敏 周敏升任大长寺主部官举四品 敏儿 你升官了四品 你爹升前最高才五品 张大人 你 同时由周敏负责担任奉国和亲团主持 同龄一切 恶心事宜 随万名贡女出使辽国和亲 张大人 你 什么意思呀 周敏 你对本相的命令可有意见 微臣早已奉旨 为秦王收集诗文 更早已发誓 为其手劫 树臣不能领旨 我同意就是抗旨不尊 你难道想顾你父亲的后臣吗 你说什么 你父亲周邦彦当年明晚不灵 我怕告诉你 当年就是本相让他去做事 偏偏他不可能领命 我自然容不得他 像你们这种蝼蚁 我黏死你们就像黏死一只蚂一样点蛋 你现在对我的命令可有意见 明儿 要不你就领旨吧 最起码还能活下来 我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秦王 你与大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责唤臣女清白 让臣女一家 会去贱如神 如今臣女父亲贪污已是另有缘由 请秦王为臣女做主 我 请秦王为臣女做主 秦王 你刚刚说 周邦也因为不听你的想法 所以才可以杀 正是如此 当年本官让他去抄击粮草 他却阳奉阴围导致战士之力 本官也是被逼无奈才 是 本王以为当年燕云战役 你让他将粮草提价卖给突厥商人谋起暴力 他誓死不足 你便以通敌叛博的罪名将他杀害你 秦王 秦王 这都已经过去了 再说周邦也只是一个 现在辽国王子选和谨女子的势大 你何必为了一个小人物在这里 在你们眼里 就是因为他们是小人物 所以他们就可以白白送死 但在本王的眼里 大方的每一位将士 每一位百姓 都不是小人物 他们为大风抛头炉撒热血 最后却露得饿死沙场下着 而你们这些师尉俗参 寒藏万法的助手 高高在上享受荣华福 冰相多次也盖死 难道说也参与其中 秦王妮 我这一生如履薄蔽 刚入伍时想着怎么活下去 这一路走来 我结识了非常多的战友 兄弟 他们是如此的依赖我 信任 他们希望我给他们一条名路 带着他们走下去 要是没有你口中的这些 本王何以成就今日为你 秦王 张栋梁 文昌 任先起 尔等十位素餐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腰包 可以白白饿死瓜文正式 你夜晚入睡之时 可真睡得安吗 倒有这么做的不有 秦王说的倒是意气凌然 可那是他们的命 若非秦王今天提起 谁能想到他们 即便是秦王几百年后 谁又能记得已 秦王今日为了一个女子 生生挑起了遼凤的战争 你就不自私吗 百年之后无人记起 只要百姓现在能过得安居乐意 说白了秦王还是为了民生 所以才不肯放任他们去合情 挑起战火 也是为了博一个好民生 不在外征战 所求从来不是功名利物 我只求四句话 哦 本王倒好奇 是哪四句话 既然想了一些时刻 我帮告诉他 秦王军提令 快 告诉他在外难以 秦王军的信仰 为天地比心 为生民立命 为方正地绝绝 为万事开太平 为生民立命 为万事开太平 是我 我一开始就配不上他 跑一个为万事开太平 本王倒想问问 听说与匈奴一生耗尽了秦王军 请问秦王殿下身边的秦王军 还剩多少 八千 八千 我和大辽足足聚集的八百万金兵 在你大方边际 各个一等百 你用八千人 怎么当我八百万人 秦王 你听到了 就算你可以一敌百敌千 但是百万人你怎么抵达 当日禅于王设下百万人伏击秦王 秦王一就五万 宋将军 你以为他是谁干嘛 一人可敌百万军 原来你们大奉秦王的名号是这么来的 你怎么不说他一个人可灭过 黄八红 获得无礼 定性那是秦王殿下 有点凶心很正常 是 王爷 原来秦王军只有八千 那我以后兵部所调动的军饷 是秦王军的百倍有余 你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很简单 不管是秦王军还是秦王军 都是国家的军队 而不是你一个人的军队 每个人的军饷俸禄 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为什么你秦王军的军饷就这么高 那是因为我们能打 我们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拿这么高的军饷 我们心中无愧 将军此言诧异 你的意思是说 其他地方的同僚都是九郎半代 他们就不配领这么高的军饷 总之是 我再清楚过了 秦王的军饷专备支出 历来都是最高的 完全超过了八千人配给凤娥 沿着怀疑 秦王殿下圈养四兵 意图不归 我若真意图 还去圈养四兵 一个人 就可以让你们三个身手艺处 还轮到你在这辛苦开河 卖女丑容吗 好一个身手艺处 秦力 平日敬你几分也就算了 但如今 你进了京 没了军权 你有什么资格 在老夫面前叫嚣 按律你当对我等丞相扶手 因此我只是身把脚 随理你口出方眼无视大凤绿马 破坏了辽凤合约 意图谋反 秦王军八戒人冒领百万军下 反正将为我死忧 同请诸位同僚废除秦王 废除秦王军 对方划辩 秦王军等秘密处军 我服役 我等服役 我也服役 好 很好 这就是你们的真实面目 既然那八千教室的性命来威胁 是你欺人太善在先 换出旧账要断我等生路 更是要破坏辽凤合约 张大人 再不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本王可要前却领兵了 王爷 且稍等片刻 全力 最后再给你此机会 把这两个女人交出来 否则 我立马差人执行我等百官决议 不要 秦王军是你一生的心血 也是大凤千千万位百姓最后的指望于一刻 王爷 女儿 是和你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的 你真的忍心她去和亲吗 那可是人间猎狱啊王爷 区区八千 秦王军死了也就死了吗 你的意思 秦王 那百官可都等着你的决定呢 两个人混八千人 还能保奉国三年的安稳 我相信秦王军的报复 你一定会同意的 秦王殿下 难道你刚刚说的为万事开太平只是口牌 你和你的秦王军都只是一群糗囊犯贷 秦王 现在形势所迫 你还是同意了吧 我若不同意 看来你确实是执迷不悟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姑娘旧情了 来人 传我项令 做青梅军三万 秘密处军秦王军 是 当年八万人死的 一八千人也死的 你小子 你们老了 这么多年的安育生活把你骨头都给泡死了 不退到一个大凤子 宋南京 放下你手中的剑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过是帮大凤处理一些天诚不利吧 什么 现在知道怕了 秦王 我配死了你 谢谢 回来 真是无趣 行了 看来你们大凤子群软骨头商量不出什么 那让本王帮你们一把 拓拔林拓拔虹 是 传令 拔军 不 是 且慢 陛下为我做主啊 拜见你陛下 诸位平身 谢陛下 辽王 是什么事情让你发这么大脾气 前段时间的辽凤盟约不是已经商议好 辽凤两国将永结同好 你还好意思问 你答应本王 让本王选一万名供女回去和亲 却三分五四的派人阻拦 明明就是存心戏呢 他根本不把我大辽放在眼里 不可能 和亲是我定下的国策 谁敢做 是我 秦立 你为何不同意和亲政策 我为何要 陛下 和亲是王策我做 但那是皇室和皇室之间的和亲 既然奉上一万名供女 不如直接向辽国服务 秦立 大胆 你是你和陛下说话的态度吗 你想谋反不成 陛下 你要给微臣做主 刚刚秦立纵容恶不行凶 要杀了我们 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 拥护您的和亲政策 教授 活得好歹也是正一品大人 竟然愿有一个马夫 在我们面前胡家胡亏 秦立 你对秦立等人纵容太弱了 秦立 他们说的是什么 虽有添油加醋 但也算属实 你确实想责了他 我原本以为你会理解我的决定 现在看来 你还是不明白朕的良苦劣心 我同意和亲 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好啊 陛下 您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可曾想过那些战死沙场 骂头骨式的战士 你对得起他们 一万名贡女送去和亲 明信 您知道这一万人背后是谁 是一万个家庭的破碎 甚至还有那些战死将士们的儿女 您对得起 那些为大风拼死的将士吗 那最多只是一万户而已 如果不和亲 过岁的旗帜 用一万户人的幸福 换取大风上百年来的和平不值得 不值 当然不值 难道在陛下的心中 这万民女子和她的亲朋好友 只是一个用来计量的数字 谁又在乎他们的生死 正在这个时代能活着也是万幸 至少去了辽国 别人不会亏待他们 还要求你吗 左相说的对 凭辽国的实力 别说一万人 就算是十万名贡女 他们也是养得起的 那谁问过他们 有谁愿意是背景离乡 愿意被自己的土包放弃 为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承受这些 秦烈 别太过分了 要的话谁不会说 你要有解决的办法拿出来 秦王 我知道你一身真战从未投降 可你裁灭了兄弟 秦王军所身无几症无兵可用 而且打仗是要私营的 现在将他们送过去 至少奉国可以修身养兮 不用再打仗了 为兵者 总有一战 哪怕战至最后一战 绝不投降 我之所以主战 并非我想战 而是我想打的仗 最好把全部的账都打完 拿出一个和平的设施 这样 我的后背就不用再打了 和平 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我要在这大炮所处之地 无人的犯 说得好听 陛下 秦王如此反对和亲一事 不是因为天理道义 而是他的王妃被辽王选中 所以才在这死神烂打 什么 丑弥 你被辽王选中了 陛下 是你不愿意去辽国 秦丽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辽王 此女乃是秦丽的法妻 你可否给这一个面子 不要带走 若是你愿意 正愿意让你在在奉国挑选一百名美女 太不了了 陛下 我想你还没有 周明是我退过的选择 其实我最想要的 是他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 秦丽被分为秦王的时候 就变心了 他一定欺骗敏儿 说他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敏儿这才和他退婚 退婚 朕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现在看来简直于不可及 亏我当初还把为秦王扑许散礼的大业交给你 撮合你们的关系 现在看来你根本不配 陛下 退婚非我所愿 收到圣旨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为秦王守节 我也不知道秦丽就是秦王啊 于不可及 这位是 陛下 这位是教坊司的巫女 名为清代 怎么又是教坊司的巫女 秦丽 你若真的是想娶亲 朕完全可以赐予你身份更高贵的女子 何必又去教坊司那种地方找 陛下 你身为一国之君女 为何心中也是这种潜伏狭隘的门户之间 朕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是大夫几百年来唯一的异性之物 代表着皇室颜面 怎能如此草率的取一个巫女 立哥哥 陛下说的没错 我只是一个巫女 不配成为你的王妃 只要立哥哥愿意让我以施命的身份服侍自己 我当初说过 我会让你站在权势之巅 这话一直作数 从今日起 清代就是本王唯一的王妃 秦王殿下 你这眼光也太多了 唐唐秦王妃竟然是个巫女 荒唐 一个巫女怎么能当王妃 大方从未有此力 就是啊 我们家敏儿精通秦妻说话 出身书香门第 怎么能和这样的巫女相提并论呢 秦代虽出身卑微 但她心地善良 重情 我被退婚之时 是她主动站住 作和我周敏 在比武台上 是她为了大破 为了秦王君的名声 不顾生死 拼死抵抗拓麻红 也是她 在你们要灭我满门之时 站出来维护 你们口口声声说她不配 那你们告诉我 谁配 谁有资格站在我的身边 站在她身边 被她这般维护的人是我 没错 秦王殿下说了 秦代虽然出身教法司 但却宁折不官 本王正是看上了她这样的气质 所以才要将她带走 够了 够了 教法司乃朝廷开设的安康之所 那里什么样 正眼略有耳闻 那里的女子 以骗取别人钱财为谁 男人身份越高 他们就越是不自身 这个秦代 很明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陛下 这样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秦丽 朕都是为了你好 朕是真的爱惜人才 才会对你说这些 不然你想想 她一个底层女子一无事人 怎会让你和辽王相争 陛下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早有预谋 朕甚至怀疑 此女是奉辽两国以外 派来的家 将我们与辽国交互 故意派来其中使用 想引起大战 好作孙独翁之 来人 将此语给我拿下 谁敢 秦丽 你难道想抗旨不成 陛下 我说了她是我的王妃 陛下 秦王 不如将秦代交给我 带回辽国 就算她是派来的奸细 在我们辽国也掀不起什么 这样也好 秦丽 你若是因为周敏被带走 我自会为人 但如今需去一个武女 跟不上大雅致 如今让辽王带走 一凭辽王生命 二可闻我朝宝官之死 此举了得 我说了 她是我秦王唯一认定的王妃 放肆 秦丽 你连朕的话都不听了吗 陛下 这些年我尽心尽力的辅助 原本是希望你历经图治 将大凤的国力变得富强 可现在呢 你也同为女子 却将秦代别的义务使出 为了短短几年的和平 竟然将大凤的子民 当作物件交换出去 你这样做 就不怕含了那些 为你拼死的将士的心吗 你是在怪朕吗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看看你手下的这些大臣 只把权势地位 贪图享受放在嘴边 对自己的同袍 苛刻至极 看到外族也跪顶风影 还未开战 膝盖却已经转了三分 国家有这样的人扑大去 又如何能复杂一些利益 你对吧 我们可能是陛下人命的 你是在质疑陛下的眼光吗 你越来越放肆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你以为邦国离了你 就不是国了吗 陛下面前多次咆哮 梁冬因为陛下制定了国策 可见你尸首而叫到什么车 陛下 是秦丽一声谋反的技巧 臣建议立即革职打入大楼 臣等负义 隔去秦王关职打入大楼 秦丽 如今你一份重力 正在给你一次秦丽 把秦带交出来 向辽王道歉 或然的话 大人你和 陛下当中要将我隔职查办 秦丽 为了一个无女你何苦啊 朕之所以和辽国和谈 是体谅你的不义 体谅百姓精 不能再起战狂 朕的苦衷你怎就不懂啊 难道你真的要让秦王军群龙无首 今日的事 如果你同意 朕就当没有发生过 陛下 要不你还是向陛下扶个软炮 咱们秦王军不能没有你怕 陛下 如果你放弃和气 我也会当今日的事情对话 只要您一声战 请立秦王军将誓死保卫大凤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他 死绝于整个大凤 又让整个秦王军陷入万劫不复的圣渊吗 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 我必定要保 我答应过他 有我在 纵然天塌下 也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 但更多的是 我不能让大凤的子民 在我面前被带走 大凤的脊梁在我这里 只必留一点 秦立 你太让朕失望了 冯宝 老奴在 你指 大凤秦王秦立 一行无道 沉眠酒色 霍乱国事 国家大义无故 以心作歹 得不配位 秦队 秦队去秦立一切官职 便为庶民 秦队去秦立一切官职 便为庶民 陛下 不要啊 秦王一心为国 对陛下忠心耿耿 绝无半分私心 您这样做 是要让兄弟们和您离心啊 跳起大将军宋南极 身为主将 不见言不劝阻 致使秦王污辱歧途 隔去一切官职 即刻问斩 不可 您有何资格说不可 难道大凤的皇帝 开始性情了吗 来人 给我拿下 啊 陛下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是我不该在比武台上 用者不外 不该辱骂辽人 也是我 让陛下与秦王一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余哥哥 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是不可战胜的秦王 即便是退去秦王的身份 你面对辽人的时候 依旧那么八道 让你救下我的那天 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嫁给你 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 不应该因为我 陷入这段经历 当有这段美好的时光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和你一起聊过 你疯了 我没疯了 我没疯了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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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宁愿去廖国和其 甘心 放过其我 你疯了 方过其我去 秦淡 聂哥哥 这一次 我来保护你 你根本不必为了我 牺牲自己 即使我没有秦王的身份 我还是那个秦力 那个顶天立地 无所不能的情力 纵使大凤驱逐 我依然有能力 凭借一己之力 保护好整个大凤 我问你 你是这些想让我和你去聊 当你的 千真万确 好 我跟你回去 但我有三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说吧 什么条件 第一 所有供你不得何弃 你只许要我一个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秦立会坚定地选择他 第二 第二 当上梁王正 终生不得与我奉国开战 好 若是以一人之力 换来万事和平 秦王 你也总归没有理由不同意了 第一个我还可以理解 或许有你旧事的好友 在选举的功能中 但这些人 一直对你恶与乡相像 甚至把你当成畜生一样对待 你无畏 与他们无关 仅是立哥哥的心 我虽未悲 这意思和他一样 我还有一样的部分 与兄弟 第三 我要你向陛下请愿 放过秦王和秦王族 你算什么东西 既然要嫁给王爷 也敢念着旧秦人 秦代 别给脸不要脸 你这残花败柳之身 辽王不仅要封你为王妃 还答应你的条件 你怎么如此厚颜无耻 辽王 你跟他一般见识 那前两个条件答应即可 最后一个条件 不做数 这三个条件 必须全部答应 死也不会跟你走 你 辽王若是答应前两个条件 第三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咎 放过秦王 辽王若当真愿意 与我奉国勇结脱 朕向你保证 秦力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战场上 不止如此 奉国愿意解散所有的秦王军 难怪三相对于处死秦王军如此轻描担心 原来陛下早已有这个心思 秦王军为了守边境 十几万人战死沙场 如今只剩不足八千 陛下连他们都不愿意放过 朕做事还由不得你来指教 解散秦王军有何不可 每年百倍于他处的军下 用来省下一笔开支来改善名声 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不也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没有秦王军的震慑 就像孩子持重金过街 每个人都想上来啃声一口 而且匈奴若是再度揭竿而起 辽国人若是反悔呢 不可能 辽国怎么可能反悔呢 这么大的国家 难道是秦王一直想靠着秦王军 在大奉作威作福或者 秦王 我们数次为你妥协 你还要怎样 现在只要把秦带交出去即可 你为何执迷不悟呢 我本不写动时 这些都是你们逼我的 其实解决现在的困境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你们这些软骨头 全部杀掉 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辽国人说的没错 大奉有你们这群软骨头在 永远都不会有戏 秦王军 劈肝力胆拥护出来的大奉官员 膝盖都是软的 新年八万将士的英魂 都在我耳边你一难 张东良 我只问你当年周邦彦宁死 不肯听你授意 截断粮草 敢被你诬陷受贿处死 致使八万将士生死 此事也不是 秦立 你大胆 大殿之上 岂容你造此 多少年的旧账了 就算我今天承认了 又如何 你难道 张东良污蔑忠良 致使八万将士生死 此罪上禀天天 罪不容恕 陈立军 秦立 你疯了 你现在在面前 你怎敢行凶 秦王军与陈与王一战 所有情报部署除了我 只有兵相和陛下之行 我突袭之时 却被匈奴得知路线 致使两万秦王军日惨死 泄露军机之事 你甚是不认 此事虽有 但是是是是 任先及身为兵相 却与匈奴联手 此罪上禀天天 斩立军 二哥 准备带着王爷先走 请王岐杀心了 妹子 要走一起走 我谁也 秦兄 你非得与我作对吗 如果战场上 你光明正大地把我杀了 我父亲也不会说什么 但现在我们是辽国的时辰 杀了我 就是为大辽开战 只要没有那些软骨头脱脱拉拉 要战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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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哥哥不要 秦大 陛下说得多 你让我跟着他们去聊 大风需要休息 秦王军也需要休息 让子偷走 他只保守我 聊人 狼子也行 今日他已知性 我所所所为 只要他离去 定会发病大风 你即便是跟他走 也只是明白 拿了一条信 秦立 秦王 你果然明火 只是可惜 秦大姑娘坚真不宜 想命深得你 这样 我用她的心 换我三个走 如何 忘记这个秦王 立哥哥 别管我 如果你们大方人 都是秦大姑娘这般 确实大患 可是秦王 你的顾虑太多了 不仅有秦大姑娘 还有你 你所爱所终之人 都在我们手上 我给你们两个去 要么我们走 要么他们死 你选吧 放开 都可以谈 谈什么 只要你能救下秦大姑娘 黄杰我来救 杀了这三个疗人 本王支持你发疗 如何 长风 你终于来了 君物耽搁了 黄杰见谅 沈长风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好了秦盟 帮你扳倒秦王 祝你登上大风的王位吗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 今天谁也走 包困 你以为我像我黄杰那么傻 有秦王这样的强者不愿 反而要废了 您想毁约 有什么不行 我们本就各处一国 几句口头约定 做不得数 约定 朝风你和辽王做了什么约定 没什么 就是让他说服辽王出兵 和我里应外合 助我登上皇位 事成之后 我将大风十六成 全部交流 而在此之前 他需要 让秦王 见识到皇姐的真命 长风你在说什么 秦王 事才人先及没说完的话 我可以替他说 当日和禅于王一战的情报泄露 是我皇姐泄露的 我没有 秦丽 你知道我最信任你 我绝不会让你陷于死地 我知道你的陛下让你失望了 可你别忘了 秦带还在我手上 你放我们走 我向你保证 绝不再犯大波 秦带姑娘 你愚蠢了 若非是你 他们三个已经死了 秦带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们来世再见 不要秦带 秦带 不要秦带 由于什么 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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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芳芊怅元 不适合当努力 这大风就交给五二rishna 黄姐 你安心放心的走 我终于做了一切正确的事了 值得吗 值得 怎么不值得 我一直 你只是既往为朋友 却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抱负 我一直只是神刚 不给体脱 却不是 连青带都不如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你无需比较 不 我一直牵挡 我觉得只要妥协 就可以解决一切 我正想距离你越来越远 黄姐 也算勇敢一次 黄姐姐 好好活下去 太医马上就到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切 一切是我不恨 是无数你 是我退了你的婚 正不够不为难 你不能让我 我从来没放在心上 真的吗 那就好 明儿 祝明 祝明 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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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 明儿 真是你害死的 明儿 秦王殿下 秦安顺便 只是目前 还是没有时间 让秦王赶上 只要使者杀我朝皇帝 四等罪行 幸中难输 如今大方 群龙无少 还请秦王以大举为重 老奴参见陛下 陈武文昌 参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王 你当如何 我忠的是大奉的意志 不是某位具体的君王 我和黄姐不一样 有你辅佐 所有对大奉 虎虚担担的事 都可以交由秦王平 秦王殿下 您就答应了吗 大奉 不能没有您 不能没有秦王君啊 您和陛下联手 大奉 必定平定四海 秦王殿下 此时会下 陛下定将您做 从龙之臣 陛下的文圣武昌 还要用这样的武昌 陛下 你不能这样啊 老臣对你 真是衷心 我会重新选一批人 顶替他们 朕定会历经图治 一统四海 若秦王不信 可以用秦王君的人 设立一处 监察百官之地 如何 另外 朕特辞你打王鞭 上大昏均 下大昏辰 陛下就不怕我造反了 所谓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秦王乃是大方的信仰 若本王真的昏庸无道 这大方天下 交给秦王幼主 秦立愿为陛下 安前忙后 一统四海 辽国使者杀我皇姐 夺我百姓 辽司的罪行庆祝 朕决定徽师法辽 和辽国不死不休 方邦 宣读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约 秦王妃清淡 忠甘义 不畏强权 护我大奉元面 实乃金国英雄 特封 依品告命夫人 赐龙头杖 允其上殿义政 臣妇接旨 谢主龙恩 秦王秦立 拒勇双拳 功勋卓著 诛杀辽国逆贼 铲除朝堂奸逆 传我大奉 昂朗清天 特封 辽辽大元帅 即日率军伐辽 踏平辽国 让我国威 臣 临旨 法尔与 法尔与 感谢观看